我们今天要使用一个名为Styler的AI工具,它可以将图片由2D转为3D,连接我会放在下方描述栏。 登入后您可以直接点选New Project,然后上传您要转换的图片,你可以看到一开始你有200个点数可以使用。 接下来我们调整一下图片的大小。 然后我们点选Image to Image。 您可以在Prompt栏位中输入您的提示字,或是点选右上角的图示,让它为您自动产生提示字。 提示字产生之后,您可以检查一下是否与图案相符。 如果不满意,您可以再按一下图示按钮,重新产生提示字。 其实,它产生的提示正确度还是挺高的。 你还可以选择图案与现有图像的匹配程度,让我们直接推到底。 然后点击Stylerize。 这里产生了四张图。 可以看得出来左上第一张最符合我们原来的图片,效果相当不错。 我们还可以修正一下这个图,比如将男孩改为女孩。 同样选择满意的图,点一下,它就会出现在下方Stage Area中。 若是点击下方Place on Canvas按钮,您所选的图案则会出现在画布中。 您可以看到上方的硬币,随着我们产生图片会逐渐扣除点数。 您可以按右上方的Export,按钮导出您的图片。 除此之外,Styler中还有非常多的风格可以选择。 您可以一个一个试试看。 这是羊毛粘风格,不得不说效果是真的很好。 进入画布后,您还可以为图像去背。 下载图片时,您可以选择下载所有图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我们的2D卡通图哪里来的。 其实,我是请ChatGPT帮我生成的,只是它一开始生成的就是3D的图。 所以,我请它帮我改为2D的卡通,结果你会发现它产生的图跟第一张图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附上第一张图,请它用这一张图来改为2D的卡通,结果差异还是很大。 接下来,我提醒它不要改变前景的卡通和背景,纯粹将3D改成2D平面作品。 这样,我们才得到比较接近原画作的2D图片。 从这里,您也可以看出来,Styler在使用上的方便之处。 这里的ChatGPT4是付费使用的,不过不用担心,您还是有免费的选项。 您可以使用Microsoft影像建立工具,同样连接我会放在下方描述栏。 您可以使用Microsoft账号登入,进入网站后,你可以发现里面已经有许多漂亮的图。 您可以将游标移到图片上,你会发现图片像会出现这个图片所用的提示。 您可以先找到喜欢的图,然后复制它的提示字,将提示字贴到输入栏中,再依照自己的需要修改。 这样可以帮助你快速学会提示字的使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教学内容,喜欢的朋友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这样我才有动力继续做下去。